我想打奥运会 这是赵瑞赛后采访的时候说出来的话 让人特别的心疼 两场世界杯比赛 一场17分 一场13分 是中国南篮本土最稳定的后卫 他说我来到世界杯的赛场 我想打奥运会 所以我让自己保持最高的专注力 没想到平时吊耳郎当的赵瑞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是最认真专注努力的那位球员 我说了我这次来打世界杯 我就是想打我自己的球 我想打奥运会 所以说我一直保持很专注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只能说 赢球不能靠某一个人 赢球不能靠一个人啊 我和李开尔表现得再好 队友站不出来有什么用 我觉得是一个团队 是需要去付出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 我觉得我们的防守压力给的还是不够 我让他们投进了那么多三分 上半场投完之后 下半场还让他们那么轻松 我的队友们进攻帮不上忙 防守也是真的很拉垮 还有一方面就是 团队的这个活力和专程度上呢 我觉得没有对方更想去赢得这场比赛吧 谢谢 从球场上的表现来看 我的队友们没有南苏丹球员 求胜的欲望 在球场上一点活力都没有 我们属于精神层面和技战术 全败于南苏丹南篮 是106000人带的欲望 来看 3